自苏迪二重创台湾 而不同于宋楚瑜跟洪秀柱前往灾区勘灾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是以不妨碍救灾为考量 选择用脸书来关心 除了关心灾情之外 对于曝光率 蔡英文也有自己的步调 接受电子媒体专访 被问到副手的人选考量 蔡英文开出两个条件了 她说必须要历练足 沟通又要强 这也让外界看出了端倪 党内立委解读说 这可能就会从党内来挑选副手 中台苏迪勒重创台湾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 挺进桃园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则前往屏东勘灾 但蔡英文选择用脸书关心 以不妨碍救灾为优先考量 对防守总是大过攻击的蔡英文来说 没站上第一线勘灾 但该有的曝光也不能少 接受电子媒体专访 谈到总统大选 相比其他候选人来说 胜率高 副手考量人选 心里总得先开些条件 如果有幸能够领导这个国家 我将会建立一个政府 就是有史以来最会沟通的政府 我的副手也好 甚至于我们的行政院长也好 我都希望他们是一个历练冲突 而且有很强的沟通能量 而且能够领导团队的政治人物 蔡英文说的肯定 要历练族又能沟通强 这些条件听在绿尾尔里 好似有些端倪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应该是从党内出现的会比较大 慢慢的已经有一点方向出来了 那应该副手的人选 我想很快就会出现了吧 要符合蔡英文副手条件 看来党内人才很有机会脱颖而出 但副手究竟是谁 什么时候公布 蔡英文口袋名单依旧藏紧紧 就等篮局两位参选人 起风出手 再伺机接周也不晚 欢迎新闻陈明晏谈你的采贝采访报道